如果是 採行這個股東優先理論 還有利害關係人理論 不管是哪一說啦 只要是 在這個禁社會責任之後 可能會導致公司無法繼續經營的情況下 就不行 這樣能夠理解齁 那理由是什麼 你要去說理啊 如果你是採股東優先理論的人 他的理由就是說 我剛才就說了 在不慎妨害股東利益的情況下 可以適度的去做 社會責任 但是這個情況下 已經不是不慎妨礙了 已經是超級妨礙了 這樣能夠理解齁 所以他是完全違反的那一個要件 就是股東優先理論的 學者的 他規定的要件 好 那我們反過頭來看這個利害關係人理論的學者 他怎麼來看這個問題 他就會說 是沒錯啦 我們確實是可以來 這個考量利害關係人 考量環境 但是呢 我們的利害關係人理論是 所有因素都要考量 所以在這個案例裡面 你只有5.2億 結果你花了5億去買污水處理設備 其他的因素你都自知不理的情況下 董事就是違反注意義務 所以在這一說的說理 利害關係人理論 針對這個問題的說理 他就會說 你沒有考量其他因素 你只考量了一個環境 所以這樣也不對 這樣能夠理解齁 所以理由不一樣 結論是一樣 兩說都認為有沒有限制 有 限制就是 要 不 財務 不至於啊 使公司 財務 出現 重大困難 如果會有這種情況下的話是絕對不行 而且兩說都說不行 好啊 只是理由不一樣喔 這一說是說 我就跟你講了 股東是最重要的 你只能加減考慮一下別人 然後這邊是說 我跟你講 所有都要考慮 而這種情況下 你只考慮了一個 你其他的沒兼顧到 也不行 所以有限制喔 我記得是 陳晏良老師的文章嗎 我記得好像不只有一篇 有兩篇有寫到 所以這部分 而且我記得 去年的北大還是 反正去年的法研所也有堅考 喔 有堅考 還是府人 有點忘 好 再來喔 公司可否以社會責任為唯一的目的 考出這種題目的話 就是在考你公司法第一條 以及公益公司的概念 所以考出這種題目 先不要回答他問題 你要先去定義公益公司 因為他就是考你這個 這個有配分的嘛 他就考你懂不懂什麼叫公益公司嘛 第二個在 把公司法第一條要件寫出來 第三個在以 以憲刑法 憲刑法就是依照公司法第一條不准 然後再順便寫說公益公司法雖然有學者認為要修正 但是目前還沒有修正通過嘛 還沒有這個 這個立法通過嘛 所以憲刑法不准做 但是未來要怎麼樣 希望快修法 所以現在是不行的 以社會責任唯一目的是不行的 好 但是如果說今天他考了一種比較變種的考題 四之一的變種考題 他考理說 我可不可以在章程 我修改章程喔 我不是說修改為社會責任唯一目的 我是修改為 本公司特別注意社會責任 但是我沒有說以社會責任唯一目的 我說特別重視社會責任可不可以 這邊 目前只有一個學者表示過意見 他說可以 只要不是唯一責任唯一目的就好 但是其他學者都沒有 沒有提出過意見 所以這邊其實就是一個少數說啦 就是一個少數提出意見 然後也沒有多數說 就是說有學者說 如果不是定為以社會責任唯一目的 而是定成 比較注重 本公司 比較注重 或是說特別注重社會責任 那是OK的 不過 只有一個學者針對這個重點去表達意見 所以假設這個真的考出來 那就是獨門暗器啦 那我拉回來 我們來討論一下什麼叫做社會企業 所謂的社會企業就是 以公益為公司存在的目的 換句話說 他就不是為了把柄做大喔 如果是公益公司的話 就不是這個喔 公益公司的話 就不是把柄做大 他就不是把利益最大化 他是什麼 他就是要怎麼樣 達成我一開始在章城所設定的公益目的 比較常見的就是那種社區的老人照護 在國外有很多這種就是 這個 可能政府或是說一些這個公益團體 他們在做善事的時候有他的局限 為什麼 因為他只能靠別人一直捐錢一直捐錢 他沒有辦法自己永續經營 只要有人 一旦不捐錢給他 那這個公益團體就完蛋 所以他們就想說 可不可以我用一筆錢 讓他們去成立一個公益公司 讓他們可以自給自足 自給自足有很多方法 第一種方法就是說 我讓這個公益公司 先去賺錢 而且他賺錢 他消費者有很多方式啊 這不用操 這只是 讓同學知道這個背景 第一種是 以 消費者仍然以一般消費者為目的 所以他一樣是賺了很多錢 他一樣是以利益最大化為目的 賺了很多錢之後 在分配上 我拿來去捐給很多其他公益團體 這是一種方式 第二種方式是 我一開始消費者就不是鎖定為一般的有錢人 而是 鎖定為弱勢 所以我就不是要賺他們錢喔 所以常見的就是說 比如說 我這社區有一些獨居老人 低收入戶 他們沒有錢吃飯 那假設一個便當 外面最便宜都賣50塊 貴的要賣70 80 但是假設本錢 這個便當的材料錢要20塊 我就賣他們20塊 甚至我賣他15塊 虧錢賣都可以 然後呢 我只限制我們這個社區的中低收入戶 或者獨居老人可以來買 那這間公司就是 以虧錢 仍然在營運嘛 因為他是以 照護社區的這個獨居老人 弱勢團體為他的目的 所以他可以不用 讓股東利益最大化 他也不用讓公司利益最大化 因為他的目的原本就是 照顧弱勢 所以他也可以以消費者就直接是 他想要照顧的對象 但是賣他比較便宜 第三種方式就是 他在僱用員工的時候 他就直接去僱用那些 身杖人士 或者是說 可能他們 可能學歷比較不好 或者是說他們有犯罪前科 再找 去其他公司找工作的時候 找不到工作的情況下 他們都願意 去聘用他們 所以這也是一種做公益的方式 所以公益公司在各個面向 都可以去實現他的公益 但是這種情況下都會導致說怎麼樣 公司無法讓股東的利益最大化 換句話說 這些經營手段 可能跟我們現行法 公司法第一條式相違背 所以假設真的要 以做公益為公司為一的目的的話 只能靠修法 修章沒有用 修章沒有用 好 大概就這樣 那最後啦 同學都會問我一個問題 老師啊 你講那麼多 現在 學者有股東優先理論 也有人採利害關係的理論 你說兩說都有人採 考試的時候如果我一定要用一說來作結的話 我要用哪一說來作結 很麻煩 因為這邊真的沒有所謂的多數說或通說 只能說兩說最後都是傾向讓他可以做 但是在這個info的地方還是卡住 那我們只能說 那我們來看看立法者的態度好了 或許從立法者的態度我們可以去 去思考到說 這個 我們不採學者的看法 我們去採立法者的看法 來我們看一下公司法第23條 好 來 23條第1項 公司負責人應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恆之注意義務 如有違反自公司受有損害來把公司圈起來 負損害賠償責任 23條第3項 公司負責人對於違反第1項之規定 為自己或他人為該行為 股東會得以決議將該行為之所得 視為公司之所得 的時候可以行使歸入權 好 因為這邊是涉及到公司受托人義務的部分 我們之後會細講 我們現在就不細講 我們先大致上讓同學